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19号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明尼苏达州小镇恶性枪击事件 两警察和一应急人员重弹身亡 印第安娜波利斯发生枪击事件 华夫饼店两伙人怒怼一死五伤 国会共和党人封杀拜登原无计划 白宫你提供远程导弹威胁俄后方 特朗普连书官司开始带货 推销自家运动鞋赚钱还债 为州选区划分偏向共和党成立时 民主党州长埃福斯签署改革法案 赞成总统候选人接受认知测试 里根女儿称这可能是个好主意 接受临终关怀一年后 前总统卡特继续居家 2月18日明尼苏达州伯恩斯维尔市 发生了一起恶性枪击事件 据明尼苏达州长透露 当天两名警察和一名应急人员 处理该是一家家庭事件时被枪杀 另有其他警察受伤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 开枪的男子也死了 事发地点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 伯恩斯维尔市33大道12000号街区 事发后 那里聚集了大批执法人员 明尼苏达州执法部门 警称他们正在调查此事 但没有说明枪手是怎么死的 明尼苏达州警察和治安官员协会披露 在特警队进入那所住宅之前 警方与嫌疑人已经谈判了4个小时 嫌疑人最终死亡 当时屋内有7个孩子 明尼苏达州长沃尔兹当天在网上发布消息称 伯恩斯维尔传来了可怕消息 在响应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家庭的报警电话时 两名警察和一名应急员丧生 其他警察受了伤 住在附近的居民斯科格说 2月18日早上5点左右 他听到了类似鞭炮的声音 然后是枪声 警方要求附近居民就地避难 重担受伤的警察被送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亨内平医疗中心 中午12点45分左右 一支队伍开始从医院护送死者遗体 据法医办公室沃尔兹当天下令 该周从2月19日日出时分开始降半期致癌 他说 我们绝不能把警察和急救人员每天的勇敢和牺牲行为视为理所当然 今天 我的心与他们的家人同在 整个明尼苏达州与伯恩斯维尔站在一起 伯恩斯维尔位于明尼阿波利斯以南约15英里处 约有64000人 2月19日凌晨 印第安那州最大城市 印第安那波利斯的一家华夫饼店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一人丧生 五人受伤 警方认为 这起枪击事件开始与两群人之间的口角 后来升级为开枪 凶险在店内和店外都开了枪 印第安那波利斯大都会警察局当天发表声明称 警察得知有人被枪杀后 当天凌晨0点40分左右赶到了那家 位于南林赫斯特大道的餐厅 声明说 在事发地点警察发现五人有明显枪伤 随即把他们送往当地医院 一名女性伤势严重 在医院抢救无效被宣布死亡 负责确认死亡方式和死因的 马里昂县验尸关办公室 将在通知死者亲属后公布他的名字 警方称 另外四名受伤者为三男一女 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随后获悉 还有一名男子在枪击事件中受了伤 且情况危急 但是 这第六名受伤者并未在现场被警察看到 可能是被别人帮助前往医院的 印第安纳波利斯警察局凶案组的警探认为 初步信息显示 枪击事件发生前 有两群人在餐厅内发生了口角 后来升级为开枪 警察局一位发言人说 华夫饼店内外均有人开枪 警方称 目前还不清楚受伤者中是否有开枪者 执法人员正在努力调查任何可用的监控录像 马里安县法医服务机构也在收集和鉴定法医证据 2月19日 据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报道 两位美国官员透露 在国会共和党人继续阻止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资金之际 白宫可能准而寻求向基辅提供能打击俄罗斯重身目标的新型远程导弹 2023年底美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但到目前为止只提供了比较老旧的中程导弹系统 这两位官员透露 拜登政府现在倾向于提供射程更远的导弹 使乌克兰能打击俄罗斯更远的地方 指导俄罗斯控制的重身区域 由于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盟友坚决反对 拜登企图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军援的计划 在国会众议院屡遭封杀 上个星期 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总额为950亿美元的 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计划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该计划能否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 这两位美国官员称 如果国会批准给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 美国就可能把远程纳入用这笔资金支付的首批军援计划 此外 美国已经准备好弹药和火炮 可以立即运往乌克兰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披露 2月17日 他在莫尼黑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讨论乌克兰对远程武器的需求 他解释说 乌克兰需要能飞行300公里的导弹 库列巴指的是远程导弹 他说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摧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打击能力 他将绕过俄罗斯的无线电和拦截器 深入到备战领土 他称 该系统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重要象征 他说 如果你想打击战线后方 破坏他们的后勤和补给 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你就只能用远程导弹 然而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透露 目前美国的远程库存有限 如果没有资金来补充库存 美国就不大可能把他们运送到乌克兰去 几个月以来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一直强调 只有拜登政府同意他们提出的 严格控制移民和家庭边境安全的法案 他们才会批准美国继续给乌克兰输血 过去这个周末 正在竞争今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特朗普 玩了一把网红带货的游戏 他在号称全球最伟大运动鞋展上大肆兜售自家品牌的新运动鞋 2月17日 也就是特朗普纽约商业欺诈案败诉 被判罚3.548亿美元的第二天 这位前总统出现在费城会展中心 向大众推荐他所谓的第一款官方特朗普鞋 这款金色闪亮的高帮鞋 背面有美国国旗的图案 取名为永不投降高帮鞋 售价为399美元 这款被描述为限量版的运动鞋 特朗普称之为真正的收藏家物品 夸他大胆 金色 坚韧就像特朗普一样 他希望支持者借好鞋带 准备好去征服 这款运动鞋在一个新的网站上出售 该网站还出售特朗普品牌的其他鞋和古龙水和香水 每瓶售价99美元 虽然该网站称他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没有关系 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官员还是在网上发帖宣传了此次销售 永不投降高帮鞋的活动 就在前一天 特朗普及其公司因在财务问题上夸大其词 并欺骗银行等机构被纽约判罚将近3.55亿美元 而此前 特朗普诽谤案败诉 被判向作家卡罗尔支付8,330万美元 作为诽谤他生育的赔偿 据美联社报道 加上利息 特朗普目前的法律债务可能已经超过5亿美元 在2月17日的活动现场 有支持者手写求贤迷爱特朗普的标语 特朗普也在讲话间隙 举起那双金色运动鞋边讲边看展示给观众 2月19日 威斯康星民主党籍州长埃福斯 签署了他提出的新选区划分法案 此前 该法案已经在该州共和党人控制的立法机构获得批准 民主党人称赞该法案被签署成法律是一个摇摆州的重大政治胜利 分析人士指出 这位民主党在11月大选投票时获得优势埋下了伏笔 在把该法案签署成法律之前 埃福斯说 当我承诺我想要公平而非对某一方面更有利的选区划分时 我是非常认真的 威斯康星既不是红州也不是蓝州 我们是一个子州 我认为我们的选区划分应该反映这个基本事实 当天 埃福斯还说 这些选区划分将在公布后立即生效 并会在秋季选举中到位 他还要求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澄清 这些选区划分将在11月大选投票前的任何特别选举中生效 按照新的选区划分 民主党人会在州议会中获得较多席位 而这些席位将在11月的选举中生效 十多年来 该州的立法机构一直被共和党牢牢把控 自2011年以来 该州一直按照共和党人确定的选区划分运作 美联社的报道称 这被认为是美国最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之一 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女儿戴维斯 日前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时称 对总统候选人进行认知测试可能是个好主意 戴维斯回答是否应该对总统候选人进行认知测试时 对该想法表示支持 他说 就我们所知道的年龄和认知的问题 这可能是个好主意 1980年 里根当选总统时创下了当选总统最高年龄的记录 他当时的年龄是69岁 349天 该记录一直保持到2017年被同党的特朗普以70岁 220天的年龄打破 2020年 该记录又被拜登打破 他当选时 已经年高78岁 戴维斯说 我父亲卸任时是77岁 现在看来 那时他还很年轻 不是吗 1994年 里根8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当时他已卸任5年 戴维斯说 如果父亲还活着 看到今天的政治 他会感到震惊 他会不理解缺乏礼貌的行为 不理解如此攻击另一个人 他不会理解残忍 而这却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现实 戴维斯从来都不是共和党人 他曾经批评共和党 指责共和党人没有激烈反对特朗普 是在羞辱他父亲的遗产 2019年 他甚至说 里根会被特朗普的美国吓坏 戴维斯从小就很叛逆 不随性里根 现在这个名字是他给自己取的 他1952年出生在洛杉矶 是里根和第二任妻子南希的第一个孩子 2月18日卡特中心发表声明 称前总统卡特接受临终关怀一年后 继续居家与家人在一起生活 据报道卡特中心在声明中写道 在接受临终关怀一年后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继续居家 与他的家人住在一起 声明称卡特一家对收到的诸多爱意 以及在此期间对其隐私的持续尊重表示感谢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卡特的孙子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中说 卡特接受临终关怀一年后 我们知道他的精神一如既往的强大 2023年2月18日卡特中心曾发表声明称 经过一系列短暂的住院治疗后 卡特决定在家中与家人共度余下的时间 并接受临终关怀 而不是额外的医疗干预 卡特1977年至1981年 曾任美国第39任总统 在任内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卡特1981年离开外公后 与夫人一直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族生活 2015年卡特被诊断患有恶性黑色素瘤 癌细胞扩散至肝癌和脑部 经过治疗卡特自称已经痊愈 2019年卡特多次跌倒 并接受了髋关节致患手术 目前卡特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美国前总统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